綿綿細雨天南載溝旁的福州里里民 就要開始擔心 萬一雨下的太大 靠近南載溝地勢比較低的地區 就有可能發生 漲水夾帶的污泥淹入家裡面 福州里的里長蘇丘碧蓮 也趁著會堪的機會 請市議員劉美芳幫幫忙協助民眾 這幾十年來都是這樣 如果稍微看下去 這裡就是水都 車對這裡都燉掉 都是垃圾水 還有油 垃圾 都是很垃圾 如果稍微看下去 今天是火火很少 也是這樣 如果稍微看下去 一瓶 兩瓶也是可以 這地方的好處都是這樣 南載溝過去叫南載溪 河道的寬度可媲美大漢溪 後來河道改變嚴重淤積 曾造成多次嚴重水患 雖然過去十年內 淹水的狀況不再發生 唯獨福州里 還是有部分的居民 得忍受淹水之苦 里長他有跟我反應說 就是像那個有時候下小雨啊 其實也開始淹水 其實沒下什麼雨 然後也開始淹水 這代表說這邊很需要一個 就是排水道 然後讓它可以說積水都可以消退 要不然的話現在連油污垃圾 你們現在都看得到啊 油污跟垃圾都在上面啊 然後車子來隨便亂噴啊 然後行人都被噴 都被噴到 所以說其實這個真的是需要改善的地方 我也很好奇為什麼過這麼久了 為什麼市府都沒有來改善這個地方呢 這明明就淹水淹得很嚴重啊 南載溝兩岸地區是板橋 早期發展的聚落之一 過去是河廣水深 水運盛行 福州里居民感受不到過去的風光 只剩下淹水夢魘持續上演 中家新聞林立如劉凡剛 板橋報導 中家新聞林立如劉凡剛